农村小火已分手作为要挟 逼女朋友放弃娇生惯养的生活 这自尊心也太强了吧 小火女朋友出身大城市 两人从小成长环境偏差地别 这也导致小火心里多少有点自卑 毕业旅行时 小火带着女朋友去到了北京的一家农家乐 表面是旅行 实际确实试探 女朋友到了地方各种不适应 连上厕所都憋着 两人的矛盾就此埋下 后来小火省吃减用一个月 给女友买了个包当生日礼物 女友收到包既高兴又心疼 担心小火吃不起饭 就塞了600块钱给他 结果这个行为再次刺痛了小火的心 在联想到 每次见女友闺蜜前 女友都会给自己买一身新衣服 小火更加来火了 愈发觉得这是女友看不起自己的表现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目的 我能有什么目的啊 你是觉得我穿得特别low 让你见你朋友 谁都不想自己男朋友 而彻底引爆小火情绪的导火索 还得是两人毕业之后见家长那回 女友父母表示 房子车子他们都已经买好了 小火的工作也安排好了 小火一听 这是找自己当上门女婿啊 他彻底怒了 你妈就觉得我家里穷 觉得我家里穷 没有关系 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 让小火变得越来越敏感 一怒之下就提了分手 女生呢 也是真心喜欢小火 一次又一次求复合 于是小火提出了一个要求 把所有的存款全部都捐掉 这行了吧兄弟 他要真的能够 我觉得也可以 可以是吧 就把他们家家产全捐了是吧 也不是说全捐了 他平时花钱大手大脚的 我觉得作为我的女朋友 应该朴素一点吧 呃不想着好好奋斗 反而要求女友降低生活质量 这真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啊